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明你是一个直觉很准的人 感知能力特别的强 很多时候凭着第六感的感觉得到很多的好运 二 佛眼的纹路与佛眼闻 佛眼线 佛心闻和念力相互相呼应 常常能靠着这敏锐的直觉 趋及避凶 如同神佛一般的能力 三 拥有佛眼的人 不仅有很强的感知能力 在记忆力方面也相当的出色 就如同拥有着超能力一般 第二 俗语掌心有三文 横才跳进门 三文指什么 老祖宗的识人术 说到我们的传统文化 人们通常都会以博大精深来形容 传统文化中的孔梦之道理 老庄之思想 诸子之经典 如是道的文化内涵 以及浩瀚如烟的博大精深的精实典籍 等等 但是 我们的传统文化 其实也并不仅限于这些浩瀚如烟海的精实典籍 而是老祖宗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以及对老祖宗特有的思维方式和罗 集 而这些东西 除了在典籍中有记载之外 还可以通过民间的风俗 传统来表现 就比如说掌心有三文 横才跳进门这句俗语 其实就是老祖宗对 世界认知的体现 俗语是传统文化中 最贴近民间生活的一种 老祖宗将自己总结出来的 生活经验 将老祖宗的文化智慧 甚至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 也都与俗语融合 总结成一句句快智人口的俗语 流传于后世 这些俗语不仅内涵深刻 而且囊括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中有很多 俗语便是源自于老祖宗 所总结出来的识人数 而这句掌心有三文 横才跳进门的俗语 便是老祖宗对识人数的 总结 那么 这句俗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来看这句掌心有三文 横才跳进门的俗语中 所提到的三 文 所谓三文 指的便是掌心中的圆形文 米字文和井字文 老祖宗认为 手中如果有这三种文 就预示着会有横才和偏才入门 当然 这样的说法 其实并不为当下的人们所认可 人们认为这样的 说法并不具备合理性 甚至还有点迷信 但是 就是这样完全不存 在因果关系的守闻和财运 却被老祖宗所接纳 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 也很好解释 这句掌心有三文 横才跳进门俗语出现的圆 因 其实大概可以归纳为两个原因 其一 便是老祖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民间常说 人有五福福 路受洗财 而财作为民间人们生活的基础保障 更是老祖宗们 乃 至当代人最渴望的一种朴素的愿望 所以 这句俗语中的后半句 便是表达出了老祖宗对幸福生活的一种 渴望 正是基于这样的心理 所以 民间才会有这样的俗语流传 其二 贫贱富贵在当今的人们看来 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拼搏努力得到的 但是在古代那种社会环境下 却并不完全是如此 所以 人们才 会渴望寻找到一种方式 可以探寻到所谓的命运 于是 民间便出现了 从手中的纹路 从一个人的长相 甚至从一个人 的身材 行为 出生时辰等等 来判断一个的受邀祸福 贫富贵贱贱等 等 而这句俗语 便是基于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才会诞生的 民间其实除了掌心有三文 横财跳进门这样的俗语外 还有很多 类似的俗语 比如说 难看鼻子女看嘴 一生富贵少是非 没上 一根肠 能抵万诞粮等等 这些俗语都是老祖宗的经验总结 虽然不见得完全正确 但却是老祖 宗的一种思维模式 以及生活观 而且 这样的识人数经验 往往也是 融合了很多文化内容 才被老祖宗所总结归纳出来的 第三 俗语掌心握两元 有才又有权是啥意思 两元指的哪二元 我们国家 是一个拥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古国 在我们这条奔腾部 修的文明长河中 诞生了很多灿烂而辉煌的文化 古代的识人数便是 这灿烂辉煌的文化之一 它与诗词歌赋一样 同样是拥有着深厚的文 画内涵和历史渊源 而且 很多识人数 都以俗语的形式表现出来 与民间的民俗文化相 融合成为了一种独特的俗语 这些俗语往往快制人口 能够在民兼广为流传 成为老祖宗留给我们后辈子孙的宝贵遗产 其中就有掌 心握两元 有才又有权的说法 那么这两元指的分别是什么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这句掌心握两元 有才又有权的俗语 说的其实是 如果手中的 纹路 像两种元 那么便预示着这个人 不仅可以有不错的仕途 甚 只还会有不错的财路 像这样的俗语 民间其实有很多 大多数都是老祖宗依据自己的经验 而总结出来的俗语 往往没有什么实力可以印证 古代的人们 在遇 到了问题 期望了解未来的时候 就会通过类似于掌心握两元 有才又有权的方式 来进行一些预测 直到今天 用这样的方式去预 测未来 了解前景的行为 还依旧存在 这样的方式 说到底 其实是老祖宗对日常生活中 不确定性的担忧 和对未知的恐惧 那么 这句俗语中的两元 分别指的是什么呢 其中一个指的是 像月韵一样的圆形 老祖宗认为 这样的形状 欲 试着权力和仕途 所以 人们也会将这样的圆形 称之为是宝韵 而另一个圆 则是指向铜钱一样 人们认为 这样的情况 欲是着家 中事比较富有的 不仅家中 钱财满院 而且家中的粮食 更是会堆满 仓库 毕竟 铜钱在老祖宗的眼中 就是财富的代表 老祖宗又为什么 有这样的说法呢 守的重要性 毋庸置疑 人类就是因为 解放了双手 才能够创造出 金灿烂而辉煌的文明 同时 守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肢体 也是人们 最常用的肢体 所以 一个人的生活 职业等等 都能够在手上留下痕 即 民间有着男人守如棉 女子守如柴的说法 意思就是说 男人要 是双手手棉柔软 女子要是手掌如柴干硬 都是预示着 有一个不错的 生活环境 这是因为 手软 预示着不做苦力 在古代 要想 也只有那 邪官老爷 秀才 地主家的男丁 才会不干活 也能活得很好 而女 子守柴 则说明 是个勤劳持家的好女子 正是因此 老祖宗 才会将手上的一些特质 与人的富贵 未来相结合 像这样掌心握两元 有才又有权 的俗语 虽然不见得正确 但它 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人们的心态 让人们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 更自信主动地去迎接挑战 甚至还能够起到一定的道德约束作用 民间的很多文化传承至今 始终是有一定道理的 它一定是契合了我 我们生活中的一些需求 才能够绵延千百年而不休 我们在遇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需要辩证地看待 第四 一景二景 钱财万景是啥意思 手中有景字 真的好吗 所谓一景二景 钱财万景 其实说的就是 如果手中有景字文 那没有这样情况的人 必然是钱财万景 而且不仅是家中富贵友 于还会有不错的社会地位 换句话说 就是财贵双全 老祖宗的俗语 往往有着简单易懂 朗朗上口的特点 这句一景二景 钱财万景的俗语也不例外 一景二景指的就是掌中的线条 民间的老祖宗认为 我们不仅能够从一个人的外貌食人 甚至能够从一个人的手掌 也能够食人 民间经常说贵人食指软绵绵 就是说富贵人家出生的人 食指定然是软绵的 光滑的 这些都是老祖宗 总结的食人智慧 虽然片面 但依旧有着一定的道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